如下每轮一个人上来抽球 每次根据球上的数字进行提问 符合问题的人起立 如果起立的人数和数字相符就算成功 游戏结束之后成功次数如果没有过半 那么要一起完成一个挑战 主持人交给我吧 我看也行 你去吧 主持人得拿Vivo 没事来我 哎呦这个好 觉得自己最溜尤其是碎的站起来 溜尤其是碎的 你主持人你不站起来 主持人最碎啊 不碎吗 你不碎你起码溜啊 是啊 是吗 而且你也碎 你就是标准的六岁 回头看看我们对吗 四 小宋其实你挺碎的 为什么 哥你心里面就是花花不是那个碎嘴子 对我心里就花花不是 小宋会会 他挺碎的 你生活中算是碎嘴子吗 生活中跟好朋友啊啥子 呀那算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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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不好形容不好形容啊 哈哈哈哈哈哈 像是 satisf 마음 看 laurent 看个特点 哥那么多年了还不知道我们张啥样 还不知道我们的 sprayed 做特点 请站起来 哎呀回头了啊 回头啊 哎呀这肯定是骨头 这肯定是骨头干的 骨头肯定在后边 忙去玩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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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坐着是吗 对坐着 小哥来 哇塞 王台家族 最不爱吃苦的 几个人 最不爱吃苦的人 哎呀有些人自觉点吧 王蒙子刚来就让人看透了 真是 不爱吃苦的 他甚至懒得站起来 不是花花 这你坐得下吗 对啊 那要不我剃一下吧 我剃站起来 很北大的举动 你不会是剃盟主站起来的吧 可能也许吧 如果连小童都站起来的话 估计那我也得站起来 是吧 我就是在提醒那可能 你要是站 那我就坐下了 小童这个招很绝啊 身把一个哥哥逼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三二一 请判定 哈哈哈哈 哎呀嘛 应该没有花花 因为我想到了前段时间 花花跟她淋雨了 你知道吗 对啊 你淋了吗 咱们仨是一伙的 哦 如果没有我帮你 你可能每天都在淋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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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 什么 没有淋雨的就一个人 那 是谁呀那一个人 这至少站起来了 以后她坐前面的时候 给我准备一盘小飞的腰 把那个把心就弄到后背上 哇 呦 来你想 哈哈哈哈 年龄比我大小的站起来 哈哈 首先比你爸大的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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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比你爸比他爸小的 嗯 比我爸小的站起来 哈哈 小搜请回头 呀 这呢 我不是比你爸小吗 你就谎报 你不是比我爸小吗 他比你爸小一岁 上上一期你们刚聊天聊到过 这这这这喷的不值得呀 哈哈哈哈 你这我必须必须替你爸给你一脚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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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涂了糊涂了 他把你神神气的 他以为我和他爸同碎了你知道吧 所以他说了四个 来了 花花搞一搞 想念杨迪的人站起来 是实话吗 你是不是球没拿起来呀 想念杨迪的人请站起来 是实话吗 实话呀实话呀 那还真是腾哥替我站了一下 首先腾哥是不想念 我是对他充满了敌意 我看太凄惨了 那是啥意思 人情分 人情分 水里去了 孩子刚多大都学会做人了 你要是这么漏的话 我感觉我虽然是说不是很了解 他这么少 我感觉多少有点不知道 你替梧桐站一下吧 你帮我打一个那个梧桐的脸 帮我脸上 杨迪你看一下你自己 虽然不真实 但你看一下 不是你们真实点 你们能不能真实一点 不会是个灵吧 真实做人好吗 灵 真但是灵啊 那也不会是灵 其实我还挺想杨迪的 那看来大家思维都是反的 花花我觉得 但是杨迪你至少证明了一件事 花花不想你 好来 来 来吧 现逮啊 发现都很不熟 欺负过我的去站起来 不分年龄 觉得自己欺负过我的 站起来 回头吧 亮出你的答案 四个 欺负你的程度 从轻到重的排名是 姐姐其实是最少的 贾琳是欺负你最少 对 但是有实际拿水枪的 对啊 小宋 然后呢 然后 都还好吧 这也挺辛苦 也知道以自己的资历 能得罪得起的 就小宋了 我跟你说盟主看到 这样的一个家族内部的氛围 队伍确实不好带 跟默契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的时候 差点把团结给打没了 最后一个 几呀 几呀 不问了 觉得自己幽默风趣的人站起来 这个觉得站的就有点浅情 就是啊 你能不能把觉得去掉啥的 对 那就是观众朋友们也认为 他幽默风趣地站起来 他实际是因为观众先认为啊 好难呀 为什么一下就融入了家族的氛围 小童请回头 小童还坐下 小童一开始站起来 那是什么个原因呢 我觉得是四 你觉得是四 小童答案是 三 哥哥对不起 我先道歉 不是 不是 这道题我认为 二位都需要解释一下 确实都需要解释一下 你的觉得是觉得 三位会站起来啊 我觉得你们三 哎呀 哦是吗 对不起 所以说 所以 马上先鞠躬 你不是幽默风趣 你是可笑 觉得自己 很美的人 站起来 哎 拥有 盛世美颜的 站起来 我都不用回头 我希望 希望有些人能要点脸 让我来看一看 到底谁要脸 哎呀我的妈呀 是个一 那你觉得是谁 你问的这个 我说盛世美颜 觉得自己很美的 我没说自己很帅的人 我觉得这几个人值 能撑起这四个字了 盛世美颜 我觉得自己很帅 很帅 还有才华的人 那不行 怎么呢 还有别的要求啊 在我心里 你们认为我觉得很帅的 站起来 天哪 我想知道咱王牌的那个老婶子 站起来了吗 今天后面有两个老婶子 我这结石好像都碎了 这现在气喷得这么有劲 我为啥说把才华去掉 你知道吧 不你去不去 你去才华干啥呀 你去帅我就坐下 你只要有帅在 你去什么我都在这 明白吗 我说了在我心里 在我心里的 就我就说在你心里 真实的内心里面喜欢梧桐的 请站起来 真实内心跟着内心走 跟着内心走 哎呀我这做一下 好像不太好 哈哈哈哈 真实内心喜欢梧桐的 请站起来 真实内心 天呐 真实内心了 哎这都是人情世故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哎呀我这 这你就别站了啊 哈哈哈哈 这个这个我就是这 这个你替杨迪站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三二一请判定 呜呜呜 第一个考验默契的游戏叫 全员一致 规则很简单 家族成员根据给出的题目 摆出相应动作 全员一致则为成功 一旦有人不一致 则需要接受喷气惩罚 游戏结束 如果成功次数没有过半 则全员接受吃苦考验 集体来喝苦瓜汁 一模一样有点难 我觉得像是八分项 对 八九分项也行 因为你手的位置 可能稍稍有点不一样啊 什么的啊 有了这个八分项 这个规则以后 你就看我们 哈哈哈哈 他就有空间了 对 哈哈 多八分项呢 就是八分项 哈哈哈哈 眼睛就是渴 我当裁判 哈哈哈哈 来吧 每人一个格子 第一个 你们要做的是 剪刀石头布 哇 来啊 三 二 一 开始 剪刀石头布 我这么暗示都不懂啊 剪刀石头布 见效了啊 哈哈哈 感觉好像这个墨戏 稍微是有点难度多吧 哈哈哈 给你个辩解的机会好不好 你这样你你什么辩解 能让我觉得它是八分项 好 下一题 短道速滑 三 二 一 开始 呀 你这是什么 你这是 我这是过弯道 刚刚刚说完 我们演肯定演王某人 短道速滑呀 行 被想 哎 腾哥的观察很细微 腾哥做了一个这个动作 还挺挺厉害的 哈哈哈 不是什么观察细微 我差点让曲的速滑对过招去 哦 妈呀还好没去霍霍人家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咱绘画冰的咱俩有共同语言 嗯 你有啥你刚摆的明明是个苏炳天 你其实这不摆的不是短道速滑 但是你就是摆的是速滑 没有问题 速滑里边就有这种挖水气泡 我也有我也有几年不滑了 你退印了我就没滑了 就没有对手了 所以 下一题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笔心 三 二 一 开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花花 你不上网吗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你没有看仔细看花花上面的手型 嗯 其实拿下来是这样的 嗯 啊 你适合来王牌家族队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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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王牌家族队现在就学你这么个老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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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成为一个老赖议员是不是 太可以了 要不然我跟你说我们家族里就腾哥一个人 太孤独了 我觉得我出一道 你出一个 你出一个 盟主出一个 来 我这个题目是 我这个题目是 沈腾 三 二 一 开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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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看看本人 哈哈哈哈 你看我这四个 这是什么 不是 这个 这个我们能辩解 啥呀 他在这个地方 他实在太懒得躺下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懒得动啊 他其实是要躺着 你就想象一下 他现在就是在躺着呢 哈哈哈哈 是啊 其实这个画面 刚才把腾哥那个 靠在背后那个给他横过来 其实就一样了 对我就拿他当床了 其实 这个这个真是差不多 我觉得这个八分是可以的 因为 因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不认可自己 是啊 但是人家四个都是一致的 听某主的 对一致了 对一致了 总算对了一个 下一个 求婚 三 二 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刚才还想演这个来着 我想演这个 后来我也想别 我别出奇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还有你 哈哈哈哈 你解释一下 哪怕你是个老父亲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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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一个 就是说 流泪的状态 感动了 我感动了画面 我演的不是老父亲 是未来的老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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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居然跟我结婚啊 我还想着他们仨都是男孩 肯定都是这样 哎 我想多了 我还想尊重一下两位女孩吧 你真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我们互相很团结 这么一看 替对方着想 很团结 加一份 是 很团结 很非常团结 和默契没有关系 对 团结和默契没有关系 团结和默契没有关系 对 团结和默契没有关系 谁 齐天大圣 三二一 哦 中间撒合 左右两个不一样啊 为什么 不是 这可能是年代的差距 比花哥上集刚演完 都溜得出来 你忘了 对 对 对 哑巴 不好意思 那天那会就放空了 哈哈哈哈 目前只对了一道题 再来一个啊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我们选一个 跟体育有关系的 这个接下来就 健美选手 3 2 1 小宋芭蕾啊 你这是什么 哦不是不是体操选手吗 健美 我听错了 我以为是体操一种人 甚至都没有谐音 健美和体操 对 这不考这玩意 我都不知道他们几点开始放松下来 这不是默契的问题你知道吗 这就是自己给自己提前下班的问题 这怎么办呀 对呀 你们这苦瓜汁还能讨掉吗 一个无可救药的团队 我给他们来一个 他们都自己参与过的一件事情 越什么说越玄乎 每季都能参与得到 海 传声筒 弹雨伞 三 二 一 成功了 到底是给了你们多大的阴影啊 能做什么 要不然我们多下不来台 下一题 这个比不对 那真的是这个默契程度啊 毫无默契 听好题目就两个字 王牌 王牌 三二一 这个可以啊 哇 这个很默契 我已经看到了王牌家族之间的这个默契 很可惜大家一致的次数没有过半 所以要全员吃苦 吃苦也是在磨练你们的意志 来 上苦瓜汁 天呐 你越说我越心疼小宋和小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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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呐 天呐 不是吧 来 上苦瓜汁 是就拿一杯吗 一人一杯呗 别人喝不了吧 也喝不了给哥吧 哎呦 我的天呐 哥 没事 那我我我这个我 这个我应该没啥事 跟啃青草一样 你嫌啥呢 你要全喝了呀 哎还挺好喝的 不脑子的这个是 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 叫做移花接木 要考验的是 两个队伍彼此之间的默契 看你们武侠知识的储备 是不是够 双方派出若干明队员出战 根据给出题目类型 每个人一个字接力 来回答问题 回答错误或者超时 同队队员将接受惩罚 被惩罚少的队伍就获胜了 有一些落难的师兄弟们 他们会是谁 小童小宋 那就我接后面 是这些字 这么不觉就 真好 不会受了好几人 陪你 那我陪我 我陪 我陪更新 没事没事 爹这儿有披风 那我们正式开始了 如果是四个字的 就回到第一个人 接最后一个字 武当派掌门人 张伍继 三疯啊 张三疯 张无忌 张三疯有什么区别啊 掌门人啊 武当山掌门人啊 张无忌不是武当掌门 张无忌是名教教主 对不起 对不起 亲爱 做好准备啊 赵文卓演过的角色 黄 世 日 小龙女住在哪里 绝 绝 绝 藤 五 五 等会儿我问一下 我们是在营救 我们的同门师兄弟吗 我觉得是在清理门户 我想问一下 那水里面附带 那个谢庄游 天爱 请问小龙女住在哪里 土 子 五 不是 什么地方 活死人墓 活死人墓哥 请问令狐冲最厉害的招数是 独 独 神 神 不是 酒店啊 不是 不是 你是酒 我是店 都教完了 就是想教我 哥 竹子 你坐中间 我发现了 你坐中间 你不应该给我来个起头狗 接下来 请用五个字评价杀意的优点 五个字 贼 棒 贼 能 贼 贼 贼棒 贼能贼 最后一个字了 得收尾 贼棒 贼能贼 贼棒 贼能贼 这是你身上最大的优点了 就是贼 贼 贼棒贼能吃贼棒贼能 贼能吹贼棒贼能喝 就五个字 一共就五个对对对 哈哈哈哈 诚哥请听题 你最爱听花花的哪首歌 烟 烟 李 得 签 爱 超级 已经复习了 四季了哥 你终于知道我的歌名了 对 抱歉啊 抱歉啊 最近只听你歌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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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做到 不能重复 三个字的体面 武侠剧中 常用的三个字的兵器是 长 硬枪 就是这个 红硬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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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用兵器 发发开始 长 长 硬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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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把他俩冲走了 为什么都接了呢 啥都忘了 就把长记住了 是吧 小宋对于家族成员有什么话想说 谢谢你们 哎呦 孩子多好啊 就是 打这轮开始 再让弟弟妹妹淋一滴水 你就过来跟我们一起 请问 沈腾最好的影视作品是 下 落 脑 脑 确定真是这个 自我感觉这部是最棒的 你管 说哪个不都伤其他几位导演吗 我这就是害脱口而出 你看我多不懂事 再问我一遍 沈腾最好的影视作品是 李 你 你 你再次三位 我再次 忘了吗 忘了 准备换人了吧 好不好 后面都透透透了 刚适应两个小孩刚适应 这后面也有老的 老的适应能力差 再让他适应适应 老的现在就差一早金了 坏人 刚才我看了就是一个一个吧 两个人中间就没临着 对那确实 坐这坐这坐这 脑子脑子脑子快点 快脑子脑子脑子 最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你 他 你 话 银 这段给我剥了啊 哈哈 哈哈 早准备从方法开始啊 请说出降龙十八掌其中一招 降龙十八掌 回答错误 降龙十八掌其中一招叫降龙十八掌 降龙百尾 哦 对对对 上一个请说出降龙十八掌其中一招 放 红 有 尾 放龙有尾是对的 对 答对了 答对了 你这没点知识储备量那能行吗 哈哈哈哈 同志 啊 我实无所谓 但他也必须得 放心 放心 他会干爽的 哈哈哈哈 来吧 方法请问 梅超风的经典招式 九 阴 白 鼓 爪 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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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爪 是爪吗 九阴白鼓爪 他有口音是 我说的是爪 哦 对 说的是这个 爪 爪 爪 其实是九阴白鼓爪 爪 咱民间俗义是爪 你看这啥呀 人家这是江苏卫世啊 江苏卫世 爪 哈哈哈哈哈 天呐 谁是老板都没整明白这 organizers 爪 爪 海 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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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在哪儿露情不来了 言多必识 都少说点话吧 就说点有用的 不是 这脑子还过了一圈 要是不过能说出啥来 这江苏卫世之大雅之堂 这得罚了啊 这得罚 这得罚了 这得罚了 到点了 不落了 不落了 脑子不行了 脑子不行了 人是这个江苏卫世 大雅之堂 没用 还要把这些决定了 请问去无人岛会带什么 四个字开始 神 疼 神疼 不 不 配 绝 绝 绝 报完错台名哪儿都不配 我不能走了 哪儿都不配 你们最喜欢读的一本书 开始 西 一 有 有 记 二 西游记 二 第二本他最喜欢 有那种把西游记分成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 儿童读物都这样 所以作者都是那个吴承恩 吴承恩 都是吴承恩 他最喜欢读第二本 对对对对 一二三是中转 咱们这一对虽然答题一般但狡辩的工夫 小宋最爱听的歌开始 严 丝 和 有个哥们严丝和缝 咋没有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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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华下一手就写吗 颜色和缝吗 好 我们的比评到此结束 马上统计双方总共被淋水的次数 他把姐姐抬出来 怎么打断了双腿 他把姐姐抬出来 这四个人开心 他跟姐姐抬 根据所给的题目 两队队员依次用 五 四 三 二 一个字数来进行回答 回答不出或回答过慢 则队友需要接受临水的惩罚 谁接受惩罚 要不让 我去吧 我去吧 怎么那么多人去呢 连你是女生 余树心我来 你快去坐着 但是你们坐前面 我在这儿死定了 算了我来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看人家 那我们王八家族 派谁呀 这两个人真是懂事 太直动了 要不姐姐来吧 来呀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了 很多题目都会和动脉 以及各位相关 腾哥五个字啊 做好准备 五 四 三 二 一 没事 没事 答不对 希望弟弟妹妹们体谅就好 王牌家族请听第一题 请问 腾哥最适合演什么动画人物 开始五个字 听刚刚胡遜我啊 哪吒闹海 猪八戒 悟空 猪 真解荷 我听着都解荷 里面有问题哈 适合哪个动画人物 哪吒闹海 哪吒闹海是动词 对 适合哪个动画人物 哪吒闹海就牵强 闹海吗 闹海是个人你们不知道吗 行吧 做好准备啊 小时候妈妈不让你看动画片 你怎么向妈妈撒娇 开始 五个字 给一副看看吧 看看吧 看 就看一会儿 就看一会儿是五个字 五个字 交 交 对不起你 抱歉 抱歉 忍一忍 紧张 一个四川人非要说北京话 就是 一会儿 我想考验一下王牌家族 作为一个销售员 考一考你们 怎么样向顾客很好的推荐 Vivo S12系列手机 拍照很自然 我接着四个字 一亿像素 好吗 很轻薄 彭格两个字 买它 可以 凌姐一个字 好 通过这道题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对Vivo S12系列手机 非常了解 已经被S12实力圈粉了 中草了 中草了 恭喜王牌家族答对这道题 也恭喜小童小宋 在后面依然保持着干爽 接下来我们请凌姐 用Vivo S12 给小童和小宋一起拍个照 感受一下Vivo S12 先锋影像旗舰的魅力 趁着你们这会儿装饭还挺好 先拍点吧 对 因为它主摄有一个亿的像素嘛 所以会非常清晰 待会儿你后面那个狐狸都要 后面就这样了 真的就这样 装一盆 来 拍二位大长腿 Vivo 怎么拍都好看 趁我没失神给我拍一个 我就 回会儿给我儿子看 你 你是什么羊羊啊 你羊羊 暖羊羊 懒羊 懒羊羊 爸爸是懒羊羊 阿姨是美羊羊 哈哈哈哈哈哈 请问花花最希望拥有孙悟空的什么超能力 五个字 耳朵金箍棒 耳朵金 这个耳朵金箍棒是啥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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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金箍棒谁听不懂啊 我听不懂 听不懂 哈哈哈哈 四个字 三十六 G 哈哈哈哈 人家那是七十二遍 哇 哇 花花最想拥有孙悟空的什么技能 三十六G 哈哈哈哈 不是 他说了一半 他后来才七十二遍呢 对 他三十六G 那个G指的是三十六个技能 一个技能是两招 给你能掰的 哈哈哈哈 你们自己服吗 你们自己服吗 我们自己糊弄自己 还糊弄不过去吗 哈哈哈哈 舒心听题啊 如果你是蛇精 葫芦娃跟你说什么 你才会把爷爷放了 开始 五个字 给我 买衣服 烧你豆腐 真 真可爱 帅哥 哎 帅哥 帅哥 你这个过分 不是你跟爷爷说 是爷爷跟你说 蛇精把爷爷抓住了 帅哥 蛇精不给放 为什么 给我个解释 我以为对爷爷说 对爷爷说帅哥 鱼舒心又第一问就撕了 好痛啊这次跳的 我是不是站得太实声了 好名号 要不要换鱼 要换 换我换我 换我 我来我来我来 我不行了 换我 要不让我来吧 我们可以换吗 你们不要换换 你们不要换换吗 你们答题答的可以 你看看这两位 哈哈哈哈 你们凭什么 说你们可以 四行没有想动的意思吗 这俩像玩通宵一样 这样先下来一个 一会儿你俩 你俩换班 轮着上 你俩轮着上 等等换一个人换一个人 你这样你在后边点兵点将 不要让他们看到 他们看不到你 你告诉我就行 听你的吧 听我的 点兵小公鸡点到谁我就选 谁 刚不是应该 滕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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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滕哥 你点的是你 不可能 哈哈哈 滕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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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箍咒 失地 一个字 不错 你一个师父一个失地的 就来回喊呗 那也没办 失地 请听题 小蝌蚪在路边问月月 月月哥 我妈妈在哪儿啊 月月该怎么回答 开始 反正我没吃 你没事吧 在家里 那儿看看 怎么回事 翻车了 那看看 请听题 灰太郎没抓着羊 回家怎么向红太郎交代 没看见羊群 羊群在哪儿 哪儿 来 领 哪儿 二话音 等会儿 等会儿 羊群在哪儿 他是湖北人 是的 湖北人怎么说 羊群在哪儿 白喇 白喇 我那 就看一会儿 你那会儿可不行 哪儿行 会儿不行 喇是可以的呀 虎北人说哪儿就是说的喇 确实 虎北人确实说喇 是的 虎北别的我不知道 确实说喇 小彤 三个字 应该吗 应该吗 这个可以了 两个字 虾羊 一个字 这 咋的 他媳妇刚吃完 他吃完了 他媳妇刚吃一个羊 不是 不是 这有什么问题吗 总算抓住了 没抓着羊 没抓着羊 过来以后 自己吃完了 但是我们的题目是 红太狼怎么说的 灰太狼 你这个我都不愿意帮你吃完了 不是咱俩换位置别总过 最后一个字 你最后一个字 一个字 人家玩怎么说呀 请听题 沸洋洋向美洋洋表白 美洋洋该怎么拒绝她呢 开始 误个字 我不喜欢你 那可不行 你不配 哎呦 拒绝 什么 这啥 这个是浪的 拒绝人家 拒绝 不符合体面 我很礼貌 完了我也很含蓄 我也不知道你想 你也不知道 这个唐哥这个发音 其实是 但是他就 就这样了一下 他就是相当于 洋语 撇 对 撇 撇 撇 下次也给我们一点解释的时间 行吗 我们这太快了 这就对 我们还没解释呢 来来来来 听你们解释 杨迪 请评价 猪八戒在西游记中的表现 五个字开始 什么都没干 就吃东西 很棒呀 睡懒觉 哎我吃两个吧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来 帽子摘了来 对或者杨迪你帽子不摘 你稍微仰点头也行 我摘了吧 我宁愿摘了我上养着头 哈哈哈 哎呀 我头发都快干了 哈哈哈 嗯 来 小时候妈妈下班回家检查 发现电视机是烫的 你怎么解释 开始五个字 为什么 这么烫啊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谁啊 哎呦 才七个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连演都不演一下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你就直接 何必弄那么大一圈呢 你就直接让拖我得了呗 王牌家棟同样个问题 电视机是烫的 怎么回答五个字 是不是漏电 问我爸去 不知道漏电 哈哈 哈哈 妈 嗯 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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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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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这个镜头多少孩子 真的是童年 是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这人特别像我 不解释了 哈哈哈哈 有要坏人的吗 嗯 没有啊 什么 还去啊 还去啊 那那那你去啊 你去啊 哎呀我来我来 哇 啊 去啊 哈哈哈哈 没一个人拉笔 哈哈哈哈 自己演了一段戏 快坐弟弟快坐 所有人都等着你迈出那几脚呢 哈哈哈哈 我来我来 哈哈哈 请听题啊 做好准备啊 小时候考试成绩不好 又想让家长签字 怎么办 开始五个字 你给我说的 我下次 改 哦 下次满分 分 分 来 分 下次满分 分 分 不行 满分 哇这也不行 不行了 我真想拿把小刀分分的那种 哈哈哈 下次满分 可以可以 分他说的是分 不是 不是 你比如说我们在考试卷上写的时候 没有人写的是满分儿 但是在哪儿是要写一会儿是一会儿 表示时间更短一些 对对对对对 这都能过去是过去 没有天理王牌对王牌 我真的觉得 陶哥和花花的解释非常有道理 呦 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宋三个字 呃 没 好 没考好你就认了呗 就是很坦诚是吧 两个字 我改 一个字 妈 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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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你的童年站起来过吗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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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上上学也得站起来 哈哈哈 在家一般你好像是 哈哈哈 哈哈哈 通用你这妈通用 不是问的都是惹祸的事 她也可以换娘也可以哪一 哈哈哈 而且灵姐刚才五个字的时候是什么 下我下次改 嗯 两个字是我改哈哈哈 哈哈哈 词语溃乏你知道吗 哈哈哈 自己哄自己玩 关键是到他这儿全通过 哈哈哈 哈哈哈 月月请听题 如果牛魔王加了你的微信 你会用哪几个字跟他打招呼 五个字开始 妹儿 快来 啊 你连我是月云鹏都说不出来是吗 哈哈哈 你加他微信我是月云鹏 哈哈哈 哈哈哈 我黄明浩 余书欣 余鹏 好 我帮你们哈哈哈 我想抖一包会儿但是 就没抖出来哈哈哈 哈哈哈 包子都在我这儿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这儿没有到我一个字的时候 哈哈哈 哈哈哈 要我命我眼睛都快这么开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 舒欣请听好 黄明浩是金刚葫芦娃的第八瓦 他的超能力是开始五个字 嗯 变帅 打魔法 哈哈哈 哈哈哈 展现魅力 三个字 分身术 嗯 起飞 滚 滚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不怪我 是有个人在我旁边 發娃 呜 你什么 哈哈哈 哈哈 这也是招数呀 往地上这样子 对呀 等一下 我们的超能力是滚啊 没有问题吧 这问题在哪儿 滚不是超能力 滚得比人和人都快 那就你得说滚得快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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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我们家族是不是应该偶尔 让我们三个三小只 坐到前面来冲到前线去 孩子确实腿也站累了 这样吧 给帮俩板子过去 我觉得我们家族 投票了 同意腾哥跟林姐 去后面 偶尔感受一下后面的 林水的请举手 林水的感觉 请举手 哇 三票赢了 我们外人都看不下去了 我代表观众朋友们 举起了这几手 你举双手是吧 我没有啊 哎呀 我举了双脚 那你们 你们团呀还有可多很可爱的小男孩 哎呀 哎呀 那你去吗 一口同声啊 哈哈哈哈 来 恭送两位 我陪你 我陪你 我陪你林 小彤 腾哥最想加哪个国曼人物的微信 开始 五个字 应该是悟空 齐天大圣 小毛驴 蛇精 英 你们仨真是 都不太故意错的 那再来一轮 再来一个吧 别来了 别来了 这样吧 刚刚那个题不算 来 再给他们一题 再给一题 主动要求再加一题 完了 你答应了 啊 你现在又想走哪个路线 又发火的那个 哈哈哈哈 现在 年轻路线 新生一季 要走这个路子 招数用尽 今天 不灵都不行 哈哈哈哈 准备好 小时候如果被小朋友欺负了 你会怎么做 五个字 开始 我好讨厌你 好讨厌你 讨厌你 讨厌你 议开 哈哈哈 我哈哈 哈哈 刚刚 太尾压了你的形象 哈哈 哈哈 就 就你这一下 你自己照我杀来干啥来 哈哈 哎呀 啊 还好 光头强平时瘦得快 赶紧打一打胳膊 你这也弄得 不好意思 刚刚刮掉你这点东西 跑得太快 风给带掉了 风太大了 这轮比拼结束 最终获胜是王牌家族 快坐 起座 老杨阳 老杨阳给弄的 三个人竟然开始 反抗了 早开这样子 也气了 这个环节叫做家族知识问答 请问腾哥 谁发起了 家族投票制 导致你接受临水惩罚 腾哥请作答 等一下 我们家族是不是应该 偶尔让我们三个 三小只坐到前面来 冲到前线去 这孩子确实腿也站累了 这样吧 给把俩板子过去 我觉得我们家族投票了 同意腾哥跟林姐去后面 偶尔感受一下后面的 临水的请举手 感觉请举手 三票赢了 花花 回答正确 花花是从这季开始带领弟弟妹妹们 这不是 多了小送之后 发现 发现我们三vr能赢 哈哈哈 投票能占多数 对 漂亮 下一题 请问花花灵姐说你的下一首歌 名字叫什么 我记得那个叫 穿针 穿针影影线还是 颜色 这个水也太突然了 哈哈哈 是啊 是啊 哈哈哈哈 我记得 颜色和缝 最爱听的歌开始 颜 丝 和 哈哈哈 有个哥们颜色和缝吗 咋没有呢 有有有有 可定可猫 还是 呀呀呀 花花下一首就写吗 颜色和缝吗 哈哈哈哈 颜色和缝 对 颜色和缝是对的 一喷就想出来了哈 下一集 林姐 你曾经徒手 批了多少块 十六块 正确 可以 下一题 花花 风与彩虹 铿枪玫瑰的下一句是 请接收 如果是毁的话 我就如果要是错了 我就一个人站着 那啥也不说了 就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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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后悔吧 后悔 永不后悔 风与彩虹 康江玫瑰 纵横丝海 萧傲天涯 永不后 退 一步啊 终于是喊笑天涯 永不后退 后退是对的 下一题 彭哥 王牌家族去荒岛应该带什么呢 这我知道 我也知道 这个答案节目里出现过 去无人岛会带什么 四个字开始 沈 腾 沈腾 不 配 你别说 绝 绝 沈腾不配 沈腾不配 是腾不配 下一题 腾哥 你本季犯过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人家这是江苏卫世啊 保错台名 回答正确 下一题 小童 谈雨伞接歌词 我在你身旁从未走远答错之后 腾哥用衣服给你挡语 并且对你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是什么 印象深刻 因为腾哥说了一句 哎呀 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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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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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哥哥也一直从未走远 谢谢哥哥 哥哥也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是吗 当时是不是特别暖 我轻压了一下腾哥突然间变了不像是说这种话的人啊 对对对 哈哈哈 下一题 花花 花花武侠这期腾哥回答他最喜欢你的那首歌是哪首 烟火里的尘埃 腾哥请听你 你最爱听花花的哪首歌 烟 花 李 你最爱的尘埃 哎 啊 啊 啊 哈哈 哈哈 我已经复习了 自己了哥 你终于知道我的歌名了 哈哈哈 哇 抱歉啊 抱歉啊 最近只听你哥 哈哈哈 终于会唱我的歌了 大哥 哈哈哈 你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多少季了 四季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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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最后一道题来看一下 哈哈 凌姐在接歌谁与我生死与共后 腾哥回复了你什么 哈哈 我 他他他 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个人 哈哈哈 谁与我生死与共 小林 你这没劈开可能还有人敢 哈哈哈 劈完以后没人敢跟你生死与共 我 谁与我生死与共 哈哈哈哈 他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个人 我 他他他 我们团队里的每一个人 贼热血